什么紫薇命格的人 未来十年要走大运 是 这一题各位观众 就得把你的命盘给拿出来 对照一下 今天来教各位怎么看十年大运 来 所谓的大运 每一个人的命盘中有十二格 对不对 每一格下面都有一个数字 那个数字就是大运 从命宫开始的地方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如果第五大运 走天机或者聚门心的朋友 什么叫第五大运 每个人的第五大运 不是事业工 就是财博工 其实三个来宾的命盘 怎么一模一样 真的假的 你看都是子辅命盘 他们都是子辅的命盘 子辅就是 你看左下角是不是都是子为天辅 对 只有他们的命宫的位置都不一样 但是整张命盘的排列 都是子辅 这张面盘有个特色 没有空宫 每一个宫位都有祖星 是 人生相对是比较顺遂一点的 这三位 对 那我们看第五 这三位不是长得漂亮 就是聪明 对不对 可以啦 走得聪明 待会请你吃饭啦 所以要上赌龄的节目 是要被挑过的 是这样嘛 对不对 那第五大运 其实大概都在45到55岁左右 是人生最成熟的时候 天机加巨门 这两颗星 你看像献哥就有一颗天机 对不对 对 这第五大运 这个 为什么跟上人生最成熟的时候 人生历练多了以后 天机分析的周祥 然后宏观的眼光又很好 再加上巨门 口条很好 头头是道 所以这两颗星 很适合用专业技术来生财 当名嘴 对不对 然后这个当教练 教人家怎么赚钱 很厉害 当你快要走入第五大线 人生还在忙忙的时候 你要知道 像巴菲特说 人生大概平均有七次 天上掉黄金的时候 人生有七次 他说平均七次 其实他讲的就是什么 股市大跌的时候 就是掉黄金的时候 是 对不对 可是从命盘的角度出发 每个人走黄金大运的时候 你有没有掌握到 是不是就会很关键 当你现在还在四十岁 正在忙忙 人生忙忙的时候 你这时候如果失败越多 历练越多 所以帮别人的力量就会越大 所以第五大运 有天机 有聚门的朋友 献哥 眼前就是个好例子了 对不对 这就是厉害 这叫天机俱门 再来是第四个大运 联真贪婪 第四个大运 基本上等于是在中年危机的时候 大概就在三十五到四十五左右 所以一般人不是在田宰宫 就是在子女宫 想想看 为什么叫中年危机 你买了房子 生了小孩 是不是人生责任就大了 就开始压力就变大了 可是在这个时候有联真贪婪 所以要走入第一次大运联真贪婪 这两颗性是什么 行动力跟执行力 有自信了 所以有行动力 有执行力 这时候做起事来 那个自信的力量 这时候就是所谓的黄金大运 很厉害的 所以这个时间点 一定要好好的去掌握它 是 再来 第一个 第三大运 子为破君 第三大运要在几岁的时候 所以福德宫或者夫妻宫的时候 大概就在二十五到三十五岁 所以年轻人可以看 这里没有年轻人就不用看了 那给观众朋友 刚刚子女看一下 是的 二十五到三十五岁的子为破君 这两颗心的冲净十足 可是往往这样子的小孩 被爸妈看到 就会觉得 小孩这么多 为什么 心那么大 可是你看少年有梦 心想事成 敢去执行的人 这样的人只为破君 以前人说不忠不孝 什么叫不孝 爸妈叫你当公务员 你不当 你一定要去创业 不听话 这是不是就是叫不孝 可是在农业时代 不孝很严重 现在不孝 搞不好是 你比老爸老妈优秀十倍 才会这么做 有创意 所以这叫做少年早发的 因心入庙 所以你看 第三大运 第四大运 第五大运 每个人走的运不一样 所以运还没到的时候怎么办 我们传统讲 守时待命 等待适合我的时机来到 还没到以前怎么办 认真 学习 用功 不要抱怨 好好的去做 一定会有你的运来 欢迎回来 你好好玩 来 我们这边问一下 憲哥 现在这个时机点 我们在经济面上 有哪些值得 我们观察的重点 大家要注意 听了 目前来看 我们看上半年 台北的股市表现 非常的强劲 那下半年 大家比较担心的是 美国股市 现在美国它有一个 所谓末日博士 它是鲁比尼 那鲁比尼它很在过去 两千零八年的金融海啸 它在两千零七年 就一直在提出警告 警告警告 结果不幸而严重 它现在讲了一句话 它说现在美国的股市 就像一台已经出了事情的火车 它还在慢慢地开 那什么时候会撞壁 不知道 但是一定会撞壁 它的认为是 分配不公 因为美国 它的人口百分之一的人 他占美国人的资产是 百分之五十一点八 太过分了 百分之十的人 占美国的资产是百分之八十八 那美国百分之五十的人 他分配的资产是百分之零点七 你说这个事情一定出事情 所以这一次的一个病毒 可能要革命 对 这一次的病毒 这一次的疫情 它造成了贫富不均 然后没办法 因为钱一直印 一直印 到现在已经印了六兆美金了 六条的美金把它印出来 所以越在地印 你疫情越严重 股票飙得越凶 别的地方没地方赚钱 那钱全部都集中在股票市场 最担心的万一像1970 那个1970年 那时候叫做停滞型的通货膨胀 停滞型的通货膨胀就是 我们的经济成长已经停了不动了 没办法成长了 你的薪水也不可能成长了 但是物价却一直上涨 这对中央营兰来讲 它很困难 第一个 它如果再把资金放出来 物价会再送上去 它如果把资金收进来 整个停滞型的通货膨胀 又会往下掉 所以它变成完全没有作用 包括金融手段 财政手段都没有作用 那时候政府就跟西人同样 完全都没用 都要靠自己 所以这是最危险的时代 那回到台湾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最近有人讲了四个字 叫做要不要卖鸡求榮 就卖台积电 去换长榮海运 因为海运 已经去十倍了 那这个时候 有人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洞 那不是风洞 不是旗在动 是心在动 那我们就就这个问题 来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因为台积电 它刚刚公布六月份的营收 月成长三十二点一趴 年成长二十二点八趴 不得了 台积电这么大的公司 竟然月成长三千 这代表两个意义 第一个意义 就是台积电的七奈米 它的量率很高 第二个它五奈米 已经开始市产 下半年开始 五奈米已经加入阵容 另外就是它现在代表 九月份的手机的拉货 已经开始了 晶片已经备好了 第二个就是所有的 在半年前我们担心的 汽车的晶片 缺晶片已经解决了 所以现在第一个 因为台积电拉起来以后 大家就想到 手机概念股 不管是苹果概念股 灰瓶概念股 都可以注意 另外最近有一个大好的消息 中国大陆的紫光集团 已经被申请破产 他当年不是说要 要买下台积电吗 对 他说买 中收起来 台积电 联花区 日月光 通通买走 多少钱 是 看你拌多少钱 都不是问题 但是肖白都没有6%的股 碰红水鸡 台湖肉 最近已经在北京要撞掉了 那它苹果一撞掉 这代表什么 代表中国的2025半导体 自制率达到百分之六十 是不可能的 就是中国的半导体 梦 梦 碎 紫 光 所以对台积电联花科 对联永 所有包括台湾的IC半导体 整个 我们既就未来 都吃三年 五年 没问题 再来汽车概念股 我们刚才有讲过 未来就是自动化 自动化的汽车 要用很多的晶片 比如说最近马来西亚 不是非常严重吗 那我们国内的被动元件 有很多都在马来西亚有色彩 整个都出不出事 台湾最厉害的就国具 国具你就可以注意 因为他在台湾做 在台北做 你们都做的搞不出来 所以像类似这样的股票 都是特别注意的 那至于航运股来讲 很多人还是旧情难忘 航运股都 真好对吧 航运股坦不跟大家说 还是这么好 到目前来看的话 到明年的第一季 还是这么好 而且货贵人 现在像长龙来讲 他们要买一台船 像前世那个长四轮 它是2.4万个TU 它长四轮是比罗斯福的 罗斯福号的航空母舰还大 它一条船等于万海的八条 所以你解决的没效 有一些公司说一百多条船 问题都弄成社母的 像浪漫的一样 大母的一位三千斤 社母的三千斤 你说我很多的没效 所以未来还是大者亨大 所以在未来的 因为病毒的关系 疫情的关系 我们过去的思维 完全要被颠覆 完全要跟着整个 时代的潮流去走 那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妈妈 现在开始要抢什么 就是抢卫生纸吗 还是要抢 其实抢的那不够了 那不够 要抢股票 抢股票 就我们刚才说 卫生纸不要抢 未来的台积电 富贵三雄 再来的像被动物件国具 或是汽车概念股 这要去拌头前的龙头 大猩猩 这种股票买了就安心